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德国汉诺威市举办真相信息日 国会大厦前请愿芬兰议员支持法轮功 2020年10月17日 部分来自德国汉诺威和周边城市的法轮功学员 在汉诺威主火车站对面的邦厚夫街举办信息日 这一天有不少行人路过信息台 有的对在中国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表示震惊 有的与学员交谈许久 还有人将学员挂出的 中共是最邪恶的病毒祸害全世界的条幅 用手机拍下 一名在布伦瑞克读书的中国学生对学员表示 他小时候受过中共的洗脑 出来后了解了法轮功真相 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 他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 临走前 他还上前拥抱了给他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 并给学员送上了祝福 20岁的妮可·海尔布格 在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名后 他向学员表示 希望活摘器官的事情可以被终止 并且他希望德国政府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尼可还表示 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景 使他感到内心平静 一位经历过共产主义残酷政权统治的越异女子 读到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信息后 流下了眼泪 他对于目前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做的活摘器官 谋取暴力的事件感到气愤 他对学员表示 中共政权必须倒台 这样中国百姓才有未来 9月29日和30日两天 法轮功学员来到芬兰的国会大厦前 呼吁更多议员关注法轮功被残酷迫害 甚至活摘器官 呼吁更多议员签署全球政要联合声明 国会大厦位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交通主干道边上 车水马龙 附近有火车总站 巴士总站 各大购物中心 很多人都能在远处或者在交通车上 看见长达20多米 非常醒目的横幅 已经签署联合声明的国会议员米科·卡纳 经过真相帐篷 他对学员说 这是一件对的事情 你们的事情很重要 祝你们的活动办得成功 一位来上班的议员与学员交谈时 学员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 为什么中共要残酷迫害法轮功 并活摘器官 学员指着远处练功的几位学员告诉他 他们都是迫害的亲身见证人 并一一告诉他 这些学员都受到哪些酷刑折磨 他听完后非常触动 他把联合声明的副本和慈悲杂志带走 并感谢学员的努力 活动结束时 这位议员和他的助理 正好从外面回到国会大楼 他迎面走来 并对学员双手核实 说道你们做了很重要的事情 并表示回去要好好再看看联合声明的内容 他指着旁边的男士说 他是我的助理 你也给他一份资料 可以边走边学习 伊琳娜是一名企业家 她签字后说 你们受到严酷迫害 更多的政府与媒体需要为你们发声 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